德川家康是日本近代史上十分重要的 而且有广泛人气的人物 在许多小说和隐私作品中都有表写 我个人最先接触到的 是三纲装疤老师的小说德川家康 后来又看到了各种其他的作品 精彩的电视剧和小说中 不同的侧面描绘了不同的家康工 包括今年的大和剧怎么办家康中 那个破天荒的傻屌家康的形象 也算是历代创作者们都找到了他身上不同的闪光点 今天让我来总结一下这些各种大制作作品中 刻画的不同的家康工的形象 这里是巫女花散礼 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 记得先点赞订阅哦 司马辽太郎的经典小说霸王之家中 一开始就描绘了家康出世的松平江深山 在这个猴子比人还要多的地方 松平族人们光是活着就已经用尽全力 而正是由于受到了郡和的金川家的保护 他们才可以在这里安全的生活 松平族人们都把向金川家奉献大米 视为是理所当然 这就是大师的奇比 从自然环境的塑造 仿佛就能感受到家康那种 城府深厚赋予忍耐的性格 而在写宁静的伟张国 也就是姓长和秀吉出生的地方时 则是说这里商业正在蓬勃的发展 人们感受到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从而引出了姓长和秀吉两个人 明明自己才是异类面对符合时代固有印象的家康时 反而评价说要说这是个奇妙的男人的话 还真是个奇妙的男人 他们反而认为自己的表演型人格才是正常的 家康这种隐忍才奇怪 而关于家康和姓长之间关系的描写 我最推荐上田秀人的作品梦幻 在决定性的统侠间之战中 家康收到金川议员的命令 率部向大高城运良并进入驻扎 这样就可以交换大高城的首将 齐殿长召出城驻证 金川议员认为 松平家的人根本不值得信任 故而做了此安排 他并不希望在正面的战场上看到松平军 然而结果却是 金川议员战败生死 芝田军濒临大高城下 家康面临着足以决定生死的抉择 是带着物资撤退 还是放火之后逃跑 还是直接弃长而逃 这时 信长以独白的方式 对家康在人质时期的明智竹签代说了一番话 选择弃长而逃的家康 也给信长留下了一段话 虽然他们是敌人 也没有见识过对方的手段 但是他们之间的这段交流 就仿佛在面对面的对话 我觉得怎么办家康的第一集 就是参考了这个情节 伊东润的作品《托嘎过也》中的家康 则是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弱者 不信的是 他这种隐忍塑造了他的敌长子 松平信康的软弱性格 最终信康被知田信长怀疑与武田家密通 被迫切腹自杀 但这其实是知田信长的阴谋 借由杀死德川家的继承人 破坏松平家的向心力 不过信长的阴谋并没有如愿 德川家反而因此变得更加的团结 后来也正是因为这种团结 家康和他的家臣们 才能在本能四肢变后 立即孤注一致的通过一鹤月 家康通过了一鹤月的山口 也越过了自己心中的软弱 但是后面还有更多的关口在等着他 在对家康感情故事的塑造中 我最推荐的是阿布隆太郎的家康 家康的家中 有强异的妻子住三店 有唠叨个不停的母亲于大夫人 以及后来自杀的袁印月 有这样一群性格鲜明的举倦 德川家的日常生活也是像打仗一样 然而在被邀请到青州城时 家康被当时16岁还未嫁人的阿世的美貌所震撼 这还真不是小说家的乱编 在信长《公记》中也有记载 家康曾经派人向信长打听 有没有可能让他和阿世订婚 其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紫面作品也还有很多 比如描绘家康在《官员之战》中战死 而后引武者不断的努力 让自己变成了真正的家康的小说 《引武者得川家康》 还有着重描写家康的领导能力和意志力 讲述他在几乎是失地的江户 筑成和建立货币系统的小说 《家康江户建立》 这些都是喜欢家康的人值得一读的作品 毕竟是老乌龟 人生太长了 而且有许多重大转折 无论从哪个点切入 都能有充满戏剧性的解读 加上今年的《怎么办家康》 德川家康一共做了三次大和剧的主角 前两次分别是1983年的德川家康 和2000年的《葵·德川三代》 1983年的德川家康在当时可以说是平地惊雷 大大颠覆了日本人对德川家康的固有印象 当时扮演德川家康的是龙天荣 他不仅高大而且身材匀秤 并且专业舞台剧出生的他 经常在剧中的战场上 用中气十足的声音大喊道都给老子利落点 和德川家康矮胖的阴险老头的固有印象 完全不一样 塑造了充满霸气的德川家康这一经典萤幕形象 在大阪夏之镇的情节中 大阪城即将落成之时 家康决定亲自劝翔电击茶场 遭到了联盟各路诸侯的强烈反对 他大喝道 这是战争的规矩 你们打了一辈子的战斗不懂吗 枭雄的形象一满屏幕 其实这也是80年代初期 当代日本全盛时期的国民性格的投射 而2000年的大和剧《葵·德川三代》中 由金川雅燕扮演德川家康 在1987年的大和剧《独眼龙正宗》中 他就有过扮演德川家康的经验 在《独眼龙正宗》中的家康 狡诈且自信 在秀吉吉盛时期 他就去颁害怕秀吉的伊达正宗提建议 一副我知道伊达正宗的厉害 我也知道秀吉想利用伊达家来牵制德川家 但是无所谓我终究会出手的这种气氛 而在《奎·德川三代》中 同样是金川雅燕扮演的德川家康 则是缺乏耐心的性格 甚至还有咬指甲的坏习惯 秀吉死后 家康打算立刻开始行动 但是此时的德川秀宗不仅软弱 而且做事毛毛糟糟 让家康很是老火 甚至换衣服时都要提着裤子 骂秀宗几句 这种有个不成器儿子的父亲形象 也算是各种家康作品中的新角度 还是很有趣的 顺带一提 金川出演《奎·德川三代》的时候 已经60岁了 是迄今为止年龄最大的大和剧主角 随着大和剧的偶像化 今后应该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会有人去打破这个纪录了 除了这些家康作主角的 大和剧中也有不少 家康作配角时的经典塑造 比如1989年的大和剧《春日剧》中 单波哲郎扮演的总裁风格的家康 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剧中的德川秀宗想要把继承权 从竹千代 也就是后来的德川家光 转移到国千代的头终 竹千代的如母春日剧 就向家康诉苦 家康得知之后 从郡府赶到了江户 邓者德川秀宗和江宇夫妇 坚定的告诉他们 必须传位给竹千代 这一段的剧本台词相当的长 但是单波哲郎 还是给出了大时机的表现 超级经典的1973年大和剧《国道物语》中 德川家康的扮演者 是年仅26岁的四伟聪 他在其中塑造了 对姓长和秀吉 攻顺又低防的家康形象 2014年的军师官兵卫中 四伟聪时隔40年再次扮演家康 这次他凭借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塑造了狡猾的 令人毛骨悚然的家康 在剧中 家康每次都会对官兵卫说忠诚 但是在他的肚子里 却从来只想着背叛 为了塑造这个形象 剧中的镜头和四伟的化妆 从头到尾都给人一种 在被他邪视的感觉 2016年的大和剧《增田王》中 由三股信息编剧《内野圣阳》扮演的家康 也找到了精彩的新角度 比如被测试阿查局打手 让他咬指甲的情节就非常的经典 在《异贺月》中 差点被落伍者手的家康 发出了非常丢人的声音 而在《官员之战》和《大阪之正》中 他又展现出了无情的一面 成功塑造出了有复杂人性 又符合逻辑的家康 今年2023年的《大和剧》怎么办家康 如名字也是用家康工作主角的大制作电视剧 做到了让一个40岁的男人 靠着拉皮和加塞机拉成了20岁 然后去扮演一个十几岁的男孩 天真无邪 非常的恶心 成功塑造了以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 傻屌家康的形象 突破重大 令人印象深刻 在宣传了半年的 号称能够压其他电视台三倍预算 才制作出来的大制作《统侠兼之战》 也就是第一集中 成功做到了比公认的失败大和剧 《麒麟降临》的22集同一情节 表现还要唱 简直是不容易 不知道怎么办家康 还会有什么新的突破在等着我们 但现在看来 显然这是一部强调得穿家康成长的剧 而且突破性的让一个演员 扮演不同年龄段的家康 想必他在不同的集数 一定是想给我们带来完全不同的观看滋味 就像品鉴九转大长一样 当然这样的评价并不是说 我就对怎么办家康这部剧 不再抱有希望了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江公主们的战国 但是这部剧在他播出的时候 已经几乎被定性成了大和剧中的奋作 一个刹的开头 并不是说他就不能扭转 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 由吉泽良太和松本润 共同为我们制作的这一份 滋味丰富的九转大长 和其他的大厨到底有什么不同吧 都看到这儿了 别忘了点赞订阅呀 这里是物女花散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